嗨,大家好,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今天这期视频呢,就来跟大家探讨一下 月季在花后修剪之后应该如何来管理 那这一棵呢,是在我的小花园里面出生率非常高的茶花女 上次呢,也特地录了一期她的花后修剪的视频 很多花友可能也看过 那现在呢,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先来看一下 她现在这个枝条抽的已经非常茂盛了 而且我发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大家看一下,她又长花苞了 而且不仅仅是这一个,每一个抽出来的嫩烧呢 我都用手稍微轻轻的捏了一下,我发现她们都有花苞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今天不打算给她使花多多一号了 马上给她追加花多多二号 所以,很奇怪啊,我去年养茶花女的时候 我没有发现她这么勤花 现在谁说茶花女是一个蓝花的品种啊 刚刚开完一茶花,她现在第二轮的花苞都已经在打了 那这一棵呢,是修剪的稍微晚一点的蓝色风暴 那也都是在发芽的过程中 所以呢,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月季花后修剪之后应该怎么管理 让她迅速的再开出下雨轮花来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月季修剪后的施肥 上次跟大家讲过,施肥呢,你可以施含氮量比较高的 比如花多多10号,或者是弹磷甲均衡的花多多一号 都是可以的 那一般来说,像我这样的中大苗这两棵的话呢 我一般就是花后修剪完,马上给她施花多多一号 因为我不希望她的枝条抽的太长 我希望她的枝条就更加强壮 然后呢,早一点开出下一轮的花 那果然你看,茶花女她下一轮的花苞都已经在孕育的过程中了 那也可以施花多多10号 比如说我接下来想修剪果汁阳台 那我在修剪前的这个两三天 就可以给她施花多多10号 这样的作用呢,就是催芽 在修剪前先把她的芽点给催出来 那修剪以后呢,就能够让她发芽的速度更快 修剪之后,马上芽点就能够爆出来 这样的话,修剪之后马上追一轮花多多一号 也能够促进这个花芽分化 注意花后修剪之后的施肥呢 你可以在修剪前的两三天 或者是修剪后马上追肥 都是可以的 花多多一号,花多多十号 看你的需要去用 第二点就是修剪之后 这个浇水啊,就不一样了 你要相对来说呢 给我们的这个植株进行一下控水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花期的时候啊 我们的月季花它是很需要水分的 可是啊,在修剪之后呢 我们必须要给它进行一下控水 这样能够有利于它长根 当这个根系啊,不能够马上吸收到水分的时候 它就会往下扎下去 那样的话就能够养根 所以在修剪之后呢 建议大家浇水 要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 那我的话 现在就是拎一下这个盆子 看一下它清了 明显的减轻了 就可以给它浇水了 这样几次之后呢 根系就可以长得更快 也有助于下一轮的开花 第三个呢 就是修剪之后 到下次孕育花垒之前 施肥的频率 我们最好是遵循一周一次水溶肥 也就是每个星期呢 我们给它试一次花垒垒一号 一直到它长出小米粒那么小的花苞 你看到了之后呢 停止使用花垒垒一号 马上使用花垒垒二号 就又开始下一轮的开花过程 之后的施肥呢 花期施肥我上次已经讲过 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还有一个在修剪之后呢 让你的这个月季多多晒太阳 这样能够促进它的花芽分化 也能够让它迅速的开花 最后一点呢 就说一下 如果你想给月季换盆的话 建议在修剪之后换盆会比较好 那个时候控水养根加上这个换盆 这一切呢 加起来就水到渠成了 所以说种花过程当中呢 总是会有惊喜 像我的茶花女呢 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上一次那个视频录了以后呢 好多花有都在打听 茶花女这个花怎么样 我都说它不情花 去年真的感觉它不情花 然而今年为什么 马上下一轮花就要开了呢 这真的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这可能也是 我觉得养花带给我的快乐之一吧 它总是时不时会带给我们一些 意料之外的惊喜 下一轮花可能开花最快的是 茶花女吧 这谁能料到呢 好的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